20. 東方日報 德州女公子破綁架救男童 2015年7月14日國際A24 本部綜合報導 美國德州一名薄餅店女員工日前在工作小休時 深血來潮轉換慣常的秋煙地點 卻陰差陽錯下巧與被警方追捕的綁匪車 他及時報警 讓被綁的七歲男童獲救 被傳媒譽為英施 貝斯特巧與綁匪車 前 協助救出光麥斯 互聯網圖片 26歲的貝斯特康尼佩斯平常休息時間都到店鋪後門抽煙 但上週四中午他轉到薄餅店前門吞雲套務 他透過手機看到警方發布的七歲男童光麥斯失蹤警報後 未記憶看到一輛與警方描述相同的賊車開進停車場 一名男駕駛者帶光男名面有巨色的小男孩下車 與他四目交頭後走進一間商店 開車尾隨通報行中貝斯特感事有喧囂 再確認該訪車的車牌與警方發布的一樣 立即報警 並開車尾隨綁匪告知警方其行蹤 涉嫌綁架的男子加以捕雷斯船即租逮捕 男童亦順利獲救 貝斯特表示 他平常休息時間都到後門抽煙 但當天改變心意 結果以外救人 頂著你 關照 請記憶 請記憶請 最重要的 關照 炸